欢迎您继续回到港都新闻 我们要提醒您有一项交通新制度要上路 就是从7月15号开始 搭乘大客车指定座位的乘客 也要系上安全带 如果不配合的话将会受到处罚 高雄市公共汽车商业同业工会 呼吁乘客多加配合才能保障乘车安全 开车系安全带已经行之有年 但是搭乘大客车的乘客系安全带与否 一直无法可管 今年5月8日经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后 将从7月15日起 若驾驶人已经善尽告知的义务 若乘客不配合将会受罚 罚经委行驶一般道路为1500元 高速和快速公路则处罚3000到6000元 营业大客车就是包括市区公车 那么一般的客运车 那这些车子的乘客也要续安全带 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位置都要系 他有选定这个比较有安全顾虑的这些的座位 比如说靠门的或前面 椅子前面没有防护设施的这些座位 必须要续安全带 由于目前仍为宣导旗搭乘大客车 指定座位包括驾驶座后座 前门安全门及后面第一排位置 墨排面对走到座位 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而业者也准备好透过多种方式 善进告知的义务 各种的车辆里面 我们在车上需要系安全带的位置上 我们都有贴标示 要请乘客来系安全带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的车子的LED就是跑马灯 我们也会打出来 来提醒乘客要系安全带 那我们驾驶员呢 在他的站拨系统里面 站拨的时候 也会提醒我们使用者 乘客要系安全带 养成好习惯为了自身安全及荷包 下次上车时 先注意座位是否有系安全带的告示 随手小动作安全又利己 港多新闻潘志光采访报导